西蒙执政一周年,究竟竞选宣言兑现了多少呢? 自称非常了解首相敦马的巫统戴主席, 竟然大胆预测敦马将在明年解散国会。 警方反对轿车后劲可以全黑,陆兆福会如何接招呢? 欢迎收看5月9日的百科大事迹。 一年前,西蒙赢得大选十件大马首次改朝换代。 配合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西蒙政府今天在部城隆重举行新马来西亚一周年大会。 首相马哈迪发表首要演讲, 向国人报告西蒙政府过去一年来的成就。 马哈迪也集中火力, 炮轰在野党玩弄种族和宗教课题, 企图破坏西蒙政府的形象。 他还奔击前朝政府在过去的十年内只会增加国债, 而且放任贪污乱象, 导致西蒙没有足够的钱来落实立民政策。 西蒙庆祝执政一周年, 然而国阵却放话预测, 西蒙政府的任期只能维持短短的两年, 并且会在明年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武统代主席莫哈·莫哈山在山达根发表政治演讲的时候表示, 以他对马哈迪的了解, 对方不会直接交办给未来首相, 而是解散国会临选新政府, 因此国阵要好好的部署战略迎接来届大选。 前天交通部宣布新的车禁透光度政策, 警方之后发表反对意见, 认为这会影响执法工作。 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就反驳说, 秦少政府已经在2014年举办工作坊探讨车禁透光度的政策, 投论结果也获得警方等各机构的共识。 有一个观看来的警方, 当时警方的警方说, 在那些警方的车禁透明的车禁透明, 可以让这些车禁透明的车禁透明, 因为很多车禁透明和车禁的车禁, 如果没有车禁透明,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车禁透明, 我希望说,我们非常地理解的观看来, 从警方的警方的警方, 我们非常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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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新政策已经在5月8日生效 内容阐明除了党风镜及前座侧镜隔热膜的透光度 必须维持在至少70%及50%之外 后座侧镜以及后镜完全没有限制 当然如果车主是基于安全及健康因素 需要申请更低透光度的车镜 可以提成申请 申请费为50令吉 一旦获得批准就需要缴交5000令吉的收费 有效期为两年 而如果车主能够出示政府医生的证明 就无需付费 泰国选委会宣布下议院比例代表名单 加上星期二公布的下议院直选议员名单 由金塔兴的维泰党所领导的民主联盟 无法在下议院获得过半议席 泰国下议院共有500个议席 其中350席是直选议席 150席是比例代表议席 共有26个党获得席位 创下历史记录 在350个直选议席当中 维泰党取得最多的136席 新闻首相巴育领导的 公民力量党则是赢得97席 而在150个比例代表议席中 维泰党一席都没有 公民力量党则获得了18席 这意味着没有一个阵营有明显的优势 维泰党与公民力量党需要争取其他政党的支持 才能够筹组联合政府 接着有娱乐消息 人生有多少个20年 但原来这两位天后不知不觉 已经用歌声陪伴了大家20年 第一位是荣祖儿 她将在来临的8月 在香港宏馆举行自己的第10次歌唱 而夸张的是 这次将连开18场 刷新了她入行以来的记录 至于另一位天后就是孙燕姿 去年生下第二胎 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她 昨天在社交平台张列了 自己和老公结婚8周年的合照 并且宣告明年将会举办 入行20年的巡回演唱会 她表示 目前正在努力地筹备着 一点也没有偷懒 好的 今晚的百科大世纪 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本期百科大世纪 是由UCSI大学容易呈现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appstore.ucsiuniversity.edu.my slashenquire